欢迎收看今天的外汇行业 一欧市盘前美元冲高受阻 市场休整期后或在线波澜 二叶尊认为马克宏若胜选法国总统 欧元或飙升1000点至1.15 三强势美元令人民币跌至一个月低位 本周将赢三大重磅数据 大家好 今天是4月10日星期一 欢迎回到星期的外汇行业 周一欧市盘前市场相对清淡 早些时候的非农数据和美联储主席杜德利的鹰派讲话的影响力 并没有持续太久 美元指数冲高创三周半高位后回落 欧元和英镑探底回升 其他非美货币一层小幅下探 现货黄金窄幅震荡 国际油价则仍在一个月高位附近震荡 日内还将出炉美国LMCI就业数据 次日凌晨 耶伦将发表讲话 投资者需要予以留意 周一亚市尾盘欧元对美元基本收复此前路德的跌幅 现再度下行 交投于1.0585一线 野村证券外汇策略研究报告的观点认为 法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对冲资本流极有可能拖累欧元 该行基本预期为中间偏左派独立候选人马克宏 将在法国大选中获胜 将提振欧元出现七条反市市大涨行情 由于市场预期年内欧洲央行将逐步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年底欧元对美元目标上看1.15 不过若极右翼总统候选人乐旁在法国大选中意外夺魁 欧元对美元料下策评价 获报跌至0.97 北京时间13点13分 欧元对美元报1.058587 周一人民币小扑走弱 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一度刷新一个月高点至6.9148 美元对在岸人民币一度刷新三周高点至6.9071 因上周非农就业报告和美联储副主席鹰派讲话的影响 有所发酵而帮助美元涨至三周半高位 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上方高点位于3月9日高点6.9319附近 本周还将关注中美CPI数据和中国贸易账数据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周一下调93个点 获0.13% 报6.9042元 为3月21日以来的最弱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 感谢您的收看 0.1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